根据天气预报,南加州在未来数天将迎接比平日高出10至20华氏度的高温热浪 对此,当局已经针对周五上午11点至下周三晚间9点发布了热浪警告 资料显示,圣克拉利塔山谷、圣费南多谷和圣盖博谷地区即将迎接102至109华氏度的极端高温 而内陆地区的气温预计在周六达到华氏109度 另外,城县的内陆地区最高也将达到华氏102度 不过,沿海城市未来三天的气温将维持在华氏80度上下 事实上,在热浪袭击下,南加州各地还面临野火频发的趋势 至周五截稿前,仍然有三个地点的火势尚未扑灭 最早于本周三下午,在Palm Spring爆发的Lake Fire 截至周五上午,已经焚烧了11,637英亩 但只有12%的火势受到控制 对此,当局仍在疏散当地的周边地区 并发布了避难所地点 至于本周四下午,在阿苏萨北边发生的Range 2山火 截至周五上午,已经燃烧至少2500英亩 火势尚未受到控制 不过该山火已经向北移动 朝着上个月大坝野火的灾区前进 同日于周四,科罗纳西边也爆发了天际线野火 迫使当局关闭了当地的天际线步道 当局呼吁民众在高温天气下尽量减少外出 并且小心周围的火灾隐患 新唐人记者王思逸,洛杉矶综综合报道